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很多人都爱听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故事 希望自己真心支持过爱过的球星 纵然遭遇低谷,也能抵立奋进,完成触敌反弹 而非突然就消失在视野之中,然后绝技江湖了 但篮球世界的浴火重生哪有那么简单 从Darren Sharthomas到Roy Bynum Highlight我介绍过的数不胜数的球星 他们都在一个或几次意外后,直接告别巅峰 甚至是直接告别联盟了 如果自己喜爱的球星能够重回巅峰 哪怕一场比赛也好啊 2018年10月31日的标靶中心 那朵凋谢已久的标峰玫瑰再度绽放 年过三旬的Derek Rose 全场爆砍生涯首个50分 这位史上最年轻的MVP 时隔2784天再度刷新个人单场得分记录 率领灰狼战胜绝世后 Royce弯下腰痛哭不已 在被采访时仍眼含热泪 虽然只有这一场比赛 但这可能是MVP史上最难忘的浴火重生之一 那么这场比赛Royce为何能迎来爆发呢 他又带给了观众怎样的视觉盛宴呢 今天让我们聊聊Royce知名的50分之战 Derek Rose何许人言 他是18岁念大学 大一赛季就带曼菲斯打出26连胜开局 一路扛着球队杀到NCAA决赛 延长赛西败堪萨斯的天才 他是19岁正式入行 20岁在季后赛车轮战Rondo Ray Allen Pierce三大巨星 追凭Jabal创造的菜鸟球员季后赛首秀得分记录 系列赛7场打出7个延长赛 不知紧张为何物的猛人 他是以22岁191天的年纪成为史上最年轻的MVP B的联盟在封管期给处于新秀合同的年轻球员 设立Royce条款的先驱 但在23岁他就受到了大伤 从此打打停停 随后渐渐凋零 他在受伤和付出之间周而复始 直到2015年才终于有了一点回到巅峰的样子 那个对阵骑士的系列赛 他在第三场独砍30分 并以一记三分绝杀帮助公牛取得2比0的领先 第四场他再砍31分 若菲勒布朗强行修改战术 以绝杀作为回应 纳伦系列赛的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但这也是他留给公牛最后的荣光了 2016年Royce28岁 甚至都已经不是一名公牛球员 当他说出那句 That vintage is gone man 急 已经过去了兄弟 这也意味着他已经认清了现实 在2019出版的I'll show you一书中 Royce透露 他一度在2017年1月考虑退役 他表示 自己出治尼克的经历并不愉快 于是如我们所知 他在2017年夏天转头骑士 可在骑士因为伤病打法等因素 他的表现反倒不如尼克时期 赛季中期转头灰狼也并无好转 17-18赛季只交出了8.4分 这是他生涯第一个厂军得分不上双的赛季 8.4分甚至只有菜鸟赛季的一半 但季后赛 Royce的厂军14.2分 让灰狼全队眼前一亮 身为替补 他的贡献却不逊色 Botler Wiggins Towns三大主将太多 这证明打到高端局 Royce的油箱里还有油 于是他得以留在灰狼 开启18-19赛季 18-19赛季 Royce就颇有些 疗发少年狂的感觉了 Thibut教练非常信任 昔日的得意弟子 在赛季前七场比赛 给了打替补的Royce 长距28.4分钟的出战时间 Royce也非常争气 除了第一场仅得8分之外 后六场他全部得分上双 如果将这样的表现维持下去 他甚至能争一争 赛季最佳第六人 很快 时间来到了2018年10月31日 灰狼迎来开季第八场比赛 在主场对阵爵士 这场比赛前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Buller临时决定不打 灰狼官方表示他全身酸痛 但我们都知道 那时的士官长 受够了明尼苏达的球队氛围 正在闹离队呢 事实也是 不到两周后 他就被送去了费城 和NB的Simmons组成了三巨头 此外 灰狼原本的首发空位Jeff Teague 同样伤缺 球队两大持球手都打不了 Deebadoo不得已将Rose提上首发 故事就此开始 本场比赛Rose的第一个进球 来自于他过往最不擅长的得分方式 三分球 Tance抵脚持球 错位对上Rubio 在进攻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 谷顶位置防守Rose的Mitchell 选择协防包夹 随后Tance果断分球给处在空位的Rose 后者三分手起刀落 为灰狼拿下首分 理论上说 Mitchell的选择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放掉一个职业生涯三分命中率 仅为31.6%的投篮点 转而加击已经占据进攻主动的Tance 怎么看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这一球将直接打开Rose火热的投篮手感 随后的比赛 Rose又回到了人们最熟悉的攻框模式 他先是反击过程中 接Gibson的手地手传球 突破到篮下将球放进 下一回合又在Rubio的贴身防守下 沿左侧切入 强势打成2加1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个回合Rose的攻击对象 正是在当赛季实现DPOI两连装的Gobay 这位以护匡文明的法国中锋 职业生涯至今能让对手 在距篮筐0至3英尺区域的命中率 降低11.7% 堪称攻框者的噩梦 但由于Rose的长制空能力 和有别于一般后卫的终结手法 Gobay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封盖角度 而这样的情况也延续了整场比赛 首截结束 Rose又在转换进攻中 抓住Xarm留下的防守空档 再中一记追身3分 帮助灰狼将比分反超 首截战霸 灰狼7分领先 Rose8投4中 3分9两投全中 拿下13分4入攻 次节比赛 Rose的得分有所收敛 除了这记强吃Rubio的飘移上篮之外 再无运动战进球 虽说进攻效率下降 但Rose的穿针引线 帮助灰狼的外线进攻打得风生水起 丹杰命中5G3分 半场结束时 灰狼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9分 在队内两大主将缺阵的情况下 没人会料到 灰狼能够在阵容起整的爵士面前 战至主动 一边再战 爵士展现了强队的风范 第三截丹杰轰下40分 其中Mitchell一人便砍下16分 正常情况下 灰狼可能早就在这样的一波流中 被对手完成翻盘了 然而事实就是 灰狼咬住了 他们单截拿到36分 稳住了领先优势 站出来的不是Tales 也不是Wiggins 而是拿着底薪合同的Rose 鄙视灰狼的比赛就是这样 真正打到逆风局 双状也没法做到逆天改命 只要是Buller的缺阵 进攻端的Rose 就不会再有任何犹豫 他先是挡拆后 面对Favors的防守 果断的中距离急停跳投 稳稳命中 随后又借助湖顶位置 Tales的掩护突到篮下 迎着狗背的长臂干扰上篮打进 接着在湖顶位置 接 Gibson传球 再中一记三分 连续三种不同的进攻方式 Rose全部都命中了 尤其是第一球 Rose使出了 巅峰时期常用的大跳步 事实上 自从大伤之后 他就很少再使用这种 对膝盖消耗极大的技术动作了 可以说 正是从此球开始 Rose进入了随心所欲的模式 于是 一发不可收拾的Rose 开始在罚球线 用骑马射箭的方式 惩罚狗背的防守 面对换防的Favors 原地运球后 直接抢起跳投 空心入框 随后又是同样的 罚球线中距离 让处在内线的狗背 再次鞭长莫及 下一回合 对上爵士的防守汉将 Royce O'Neill Rose再次使出招牌式的 大跳步中投 恍惚间 Rose似乎又重新披上了 曾经那身红色的一号战袍 眼看爵士将比分破进 Rose的个人表演仍未停止 借助Tales的挡拆 他继续正面强突 变相之后 又是一记急停高抛 篮球越过狗背的指尖 弹框打进 第三节结束前 Rose又在正面晃过XM 右侧加速 强行超车 打板上篮命中 很难想象 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爆发率 居然来自于一双 饱受摧残的膝盖 三节战霸 Rose已经拿下35分 其中第三节单节 11中9 读取19分 投篮命中率高达81.8% 他和后期之秀 Mitchell的标分场面 似乎是在提醒人们 他曾经也是个MVP呢 末节决战 Rose下场休息之后 爵士仅用一分半钟的时间 就迅速将比分反超 Thibadu不得不让Rose 立刻披挂上阵 而后者的蹲场 瞬间起到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 登场后的第一球 Rose再次对上XM 变相虚晃之后 右侧突破 迎着O'Neal的鞋防上篮得手 随后 爵士的传球又被老将Tulliver 完成抄截 Rose及时中路跟进 再次冲框 造成XM犯规 落地时险些头部受伤 可以说 本场比赛除了Gobay以外 XM就是Rose的最大背景板 随后 爵士主帅Snyder出于无奈 用Rubio将年轻的澳洲后卫换下 但这并不能阻止 斗志已经被点燃的Rose 下一回合Rose面对换防的Favors 再次右路加速强突 来到篮下位置顶着对手的长臂干扰 上篮稳稳打进 此时 现场的球迷已经开始意识到 这个夜晚的与众不同 进入到决胜时刻 灰狼依旧落后三分 Rose抵脚位置持球 再度被换上场的XM 试图用身高必长的优势 封死进攻空间 然而Rose不做犹豫 连续运球之后原地强投 三分球应声入网 灰狼抹平分叉 比赛最后一分钟 爵士再次将比分反超 Rose依旧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 五顶位置利用队友的双掩护 他再次得到小打大了机会 只见他利用速度优势甩开钩背之后 篮下位置的急停 让追防的法国中锋始料未及 随后轻松放篮打进 下一回合 Rose左路突破后 来到几乎同样的位置 在X-Arm的贴身防守之下 使出一记被转身的跳起勾手 再次命中 曾经那个无所不能的天才少年 似乎又回来了 比赛剩余13.8秒 已经得到48分的Rose制造犯规 走上罚球线 两罚稳稳命中 得到个人NBA生涯的第一个50分 最后的防守回合 爵士通过传导 找到底脚空位的X-Arm 只要命中3分 比赛就将进入延长赛 这无疑是将功赎罪的最佳机会 但Rose并不同意 只见他从一侧奋力追访 高高跃起 不仅送出了封盖绝杀 也为这场伟大的个人表演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50分四篮板六助攻 两抄截一封盖 这是Rose教出的超级数据 更重要的是 他带队赢球了 比赛中场少下 虽然只是一场 在平常不过的例行赛胜利 但此时的Rose 早已哭红了眼眶 队友将他团团围住 一同庆祝 那一刻Rose或许体会到了 重回巅峰的梦幻 或许也自知 这将是他此生 再难复刻的一场比赛 赛后接受采访时 标把中心的球迷 起立位饱含热泪的Rose鼓掌 时间仿佛回到了 2011年的夏天 身穿公牛一号球衣的Rose 接受着全场球迷 MVP的珊瑚海啸 这一夜恰巧是万圣夜 我更愿意相信 Rose只是化了个妆 装扮成了MVP赛季的自己 最终Rose的50分之夜 李亚·威德的最后一舞 Klay的单场三分记录 威少的20加20加20 成为每枚评选的 18-19赛季 例行赛十大时刻之首 而Rose自己 也在当赛季的 最快进步球员票选之中 排名第8 最佳第6人票选之中 排名第6 两年之后 他又在最佳第6人榜单上 高居第三 甚至躋身了MVP的榜单 排名第9 从2019到2021 这三年的Rose 或许就是很多人 想象中 巅峰尾巴的Rose 或许Towns是最有天赋的 Wiggins是最受上帝眷顾的 Butler是最努力的 可Rose啊 以前全都是呢 字幕志愿者 质道